大家好,我是飞猫 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加 众手周知,这两年国家在大力的推行ETC 对于我们车主来讲,安装了ETC 就可以快速的通过高速公路的收费站 提高我们的出行效率 但是大家目前也看到,经常有部分没有安装ETC 或ETC设备有问题的车辆误入了ETC通道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前几天我记录下来的一段视频 这是G1503上海交环的内圈,隆东大道出口 现在我们隆东大道下来了 前面那个车又卡住了 我们可以看到警车停在收费站外 没有进入ETC龙门架扫描的范围 所以我们平常过ETC通道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车距 以防前面车子少不出 警察在询问具体情况 没有ETC误转,ETC要罚款的,你看 在收驾驶证,行驶证了 我本来想走右边的人工通道 想想算了,要拔卡,等会要插卡 这是G1504,0284,02765,0285,0286,0286,0286,0276,0256,0276,0286,0276,0266,0237,0286,0286,0256,0276,0266,0267,0266,065116,0266,0276,0266,0276,0276,0306,18,0266,0276,0266,0267,3126,0266,0267,0286,0287,026 experiencia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新加水啊 倒车也倒不起来啊 我不要装到警车哦 四块四毛五 这个车子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们也不得而知 无非是有这种情况 第一个 它根本没有安装ETC 第二个 它的ETC设备有问题 或者欠费了 所以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 一定要检查自己的ETC是否正常 而储责卡的余额足不足 我们在出行的时候 进出收费站 一定要看清楚车道 没有安装ETC的车辆 一定要走人工车道 前一段时间 在上海的高速公路显示屏上 已经显示过 就是误创ETC通道 要罚款 但是具体的条款 我在网上没有查到 有的说100 有的说200 即三分 如果知道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